各位弟兄姐妹们 平安 欢迎大家又来收看 《马太福音》系列 王者降临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的皇冠 代表了耶稣基督他降临了 而在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的王者的荣耀 上两堂我们看到耶稣 他就是王者 他的降生是荣耀的 他的言行是荣耀的 他的牺牲是荣耀的 在马太的眼中 耶稣就是那荣耀的王者 他来到世界上 这就是马太要告诉大家的 而这大家指的是谁呢? 等一下告诉你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的系列里面 我们会看天国的生活 二 天国的生活 天国的生活是 天国的生命从内到外的生活 所以你看到一个心脏在这里 所以天国的生活 它不是从外到内 它是从内到外 彰显出来的生活 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 这些的不同的书信 他们都是写给谁呢? 马太他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和基督徒 马可写作的对象是 为相信耶稣的人 路加写作的对象是 为相信耶稣的人一样 那么约翰写作的对象是基督徒 问题来了 为什么马太要写一本福音书 给基督徒呢? 为什么基督徒还需要一本福音书呢? 在马太的那个时代 当人写信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他们会将他们写这封信的目的 写在后面 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 28章18节到20节 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时代的终结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 原来马太他写一本福音书 给基督徒目的呢 就是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 马太他写给犹太人 目的呢就是要表达 耶稣就是那弥赛亚君王 而同时马太也是写给基督徒 就是要将耶稣的吩咐教导基督徒遵守 因此马太福音呢也是一本基督徒的门徒手册 马太将耶稣的吩咐在上几堂我们谈过 集结成五个部分 我称他为耶稣武训 而奇妙的耶稣的吩咐 你发现到总离不开两个字 那就是天国 耶稣既然是王者 君王 有王就有国 有国就有名 耶稣来不只是为我们死 他也将天国带到地上 因此马太福音12章28节告诉我们 我若靠神的灵赶鬼 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 所以现今是天国和撒旦国并存的 这一个的时代 所以你会发现到天国在哪里 在这里 撒旦国在哪里呢 也在这里 所以天国和撒旦的国 并存在这样的一个的空间里面 不过撒旦的国还没结束 但是他的时程不多了 当我们相信了耶稣 我们就从撒旦国搬家 进入到天国里面 而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天国里面 那么我们就需要耶稣的武训 来揭开王者的国度里面 到底这个的国是一个怎样的国 这个的国有怎样的内容 天国的生活 五点 有福消息而非得福条件 二 真实的意 关乎从内到外 三 真实敬拜 关乎暗中的事 四 真诚判断 关乎神 说了算 五 天国生活 需要王者 耶稣 这一个天国的生活 就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六章 及第七章 第五章就是讲到真实的意 第六章就讲到真实的敬拜 而第七章就是真诚的判断 这就是天国的生活 一 有福消息而非得福条件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通常都被称为登山宝训 因为主耶稣在山上教导门徒的话 当然那些山下的众人也听得到 看来耶稣的声音比喇叭还大声 我个人这么认为 神迹 有人称为 这一个的登山宝训 它是天国的生活 不是对以色列颁布一个新法律 也不是将来在千禧年时的律法 乃是现在对天国的子民 也就是他的门徒 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写照 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写照 让我们看到天上国跟地上国 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门徒们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生活 而这些的教导呢 也为着历代的教会 包括犹太和外邦所有的信徒 领受遵守 那么很关键的 这一个登山宝训 或者是所谓的八福 请问这是律法吗 这是得救的条件吗 也就是你做得到 你才能够称义 你做得到 你才能够得救吗 耶稣他在这个八福里面 他语出惊人 他大胆地宣告 有福啦 这个有福是指它是一种神圣的喜悦 一种的喜悦 而且是完美的快乐 不单是外在的环境 也包括里面发出来的那一种的 哇 喜悦 快乐 而且是神赐予的 我们只能够相信领受 这个有福 那么整个所谓的八福 他的语法是这样 有福啊 虚心的人 因为天国是你的 所以你注意 他的语法 他不是先 其实他不是先说虚心的人 或心灵贫穷的人 有福 他一开始 他先说有福啊 他一开始 他先说好消息啊 虚心的人 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所以从这个语法的组织里面 让我们看到 其实八福不是告诉你 得福的条件 或得福的律法 你需要做到 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气 不是的 而是告诉你一个有福的消息 一个好消息 然后呢 他告诉你 你是有福的人 就好像打一个比方说 政府他颁布一个命令 凡是月入五千以下的 你将能够申请到政府的援助基金 请问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呢 还是一个条件 律法 如果你是月入五千以下的 对你而言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因为你根本都不需要做什么来争取的 你本来就是少过月入五千 你只需要去申请 你就能够领受到那个援助基金 但是当然如果你的那个月入多过五千的话 我想我认为你应该是不需要 当然这个就对你就不是好消息 不过从这个的八福里面 我们能够很肯定的 它是有福的消息 它不是得福的条件 所以八福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是有福的人 你能够领受这个的福气 二 真实的义在乎从内到外 为什么它是一个的福气呢 因为你要领受一个真实的义 而这个的义是从内到外 整个的八福里面 其实有一个的重点 那个重点我认为一个关键的境界 就是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二十节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哇 你们的义 这里说你们的义 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断不能进天国 它是一个条件吗 不 它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它要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义 天国的生活 它环绕同一个主题 那就是门徒的真义 这真实的义是什么呢 对于这些的宗教领袖而言 在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 他们已经有一套外表的宗教系统 而这个外表的宗教系统在乎外表的义 而且是建立在摩西五经律法 以及人的传统规条 这个就是他们外表的宗教系统 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 义是外在的 只要遵守律法和规条 义你可以用祷告 奉献 禁食等来衡量 但弟兄姐妹 这是从外到内 他们注意仪式 还有行为上的细节 他们以为外在可以真实的反映你的内在 只要你做到外在的这一切 只要你祷告 你奉献 你进食 就表示你内在 你拥有了公义和圣洁 但他们忽略的内在人心 到底是怎样的实况 耶稣却教导 天国生活的写照 天国生活的特征 真实的意是从内心活出来 真实的意是从内心开始出来的 不是从外面做到里面 是从里面活出开始的 那么我们就要看 这真实的意既然是关乎从内到外 那么真实的意是什么 如何领受真实的意 而真实的意 它如何彰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真实的意是什么呢 从第一节到十六节 所谓的那个八福 我们能够看到 它是从内到外的生命彰显 你看到八福里面的内容 心灵贫穷 哀痛 怜悯 饥渴沐浴 温柔 这些都是内在的 不是你外在能够看得见 不是你的外在能够衡量得到的 但是它是内在 内心里面 神看得到 我们自己也能够看得到 当然很认识我们的人 跟我们很熟悉的人 久了过后 日久见人的心 而八福告诉我们 真实的意有四个看 我们怎么看自己 怎么看罪恶 怎么看上帝 怎么看世界 四个看 看自己 心灵贫乏 看罪恶 哀痛 温柔 饥渴沐浴 看上帝 怜悯人 内心清洁 使人和平 看世界 为亦受逼迫 第三节 他就说 看自己 那么贫乏 他的原文是指 极其的贫困 一无所有 而这个字呢 常用来形容讨饭的人 他们一无所有 他们连饭都没有 所以他需要去其他 而在此能够 异作 心灵贫乏 因为马太 他写 Pull in the Spirit In the Spirit 所以他是指 灵命里面 心灵里面的疲乏 我们这里就看到 心灵贫乏的人 他们对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是诚实的 他们知道自己灵性贫乏 我的里面 我的内心里面 是一无所有的 我的心灵里面呢 是灵 灵 在上帝的面前 无可依迟 也就是说 我在上帝的面前 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我没有什么好 能够在上帝的面前 炫耀的 因此只能够仰赖 耶稣基督的恩典 这就是心灵贫乏 那么我们就能够对照 依靠自己 人定圣天 它是一个另外一个的对比 我能够依靠我自己 我里面呢 是能够圣天的 我所做的这个决定呢 是能够改变我的命运的 我能够左右我的命运的 靠自己 另一个对照 赞美自己 唯我独尊 最后呢 就是欺骗自己 所以当我们依靠我们自己 认为自己能够胜过命运 能够改变命运 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而当我们赞美我们自己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变得非常的危险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就是马太福音 第八章第二节 既然说到心灵贫乏的人 那么那个样子 或者是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第八章第二节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 来拜耶稣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这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身上长了大麻风 他是有病的 而且在耶稣的那个时代 麻风病人是跟其他人隔绝的 他不能够活在人群里面 他需要孤单的一个人 不然他能够跟那些同病相连 都是大麻风的人在一起 否则的话呢 他是孤零零的 没有人愿意做他朋友 没有人要亲近他 没有人敢靠近他 他是以示隔绝的 孤单有病的人 而这个麻风病人呢 他就好像 他不是好像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灵贫乏 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拜耶稣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什么好 而且他对耶稣说 主若肯 我知道主能够 我知道主有医治的这个大能 但是我不配 我里面没有什么配 能够要求耶稣来医治我的 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主你若肯 必能叫我得洁净 我深信的这个是一个心灵贫乏的一种的彰显 主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 我是一无所有的 而且我里面是灵 我里面是空 我没有什么好夸耀 我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去争取 我只能够仰赖主耶稣你的恩典 主你若肯 耶稣说心灵贫乏 心灵贫乏的人 对不起 心灵贫乏的人 他们是有福的 天国是他们的 另一个看 怎样的看罪恶 哀痛 温柔 饥渴沐沐浴 看罪恶 哀痛的人 他是为罪恶悲伤的人 对照 遮掩罪恶 将自己的罪恶合理化 或将自己的罪恶白化 白色谎言 或者是等等等 哀痛的人 他认定这个是罪 他知道这个是罪 而且他为这个的罪悲伤 他并不会为这个罪 而觉得沾沾自喜 认为没什么大不了 他哀痛 但是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停留在哀痛而已 我们要进入到温柔 那么温柔是什么呢 是谦卑降伏于神 什么是谦卑降伏于神呢 就是一个列马 他经过巡浮的阶段 他就变成了一个战马 而这个列马 他经过巡浮的阶段 不是因为他选择顺服 而是他被降伏 他被训练 他被破碎 他被谦卑下来 他被巡浮了 他能够从一个列马 变成一个战马 在战场上 他能够击打他的仇敌 他的能力受到的管理 这就是温柔的意思 其实温柔 就是用在巡浮 在希腊原文里面 那么 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巡浮的过程 或者是这个的温柔 他不是人为 他是神为 他不是人造 而是神造 他不是人工 而是神工 他不是自动 他是神动 他不是自然现象 他是超然现象 是神 他使我谦卑温柔 他降伏我 他把我降伏下来 哇 我成为有福的人啊 然后另一个 不只是被降伏 而且是饥渴慕衣 什么是饥渴慕衣 那就是又饥渴 又渴 想要得着那个义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没有义 在座的弟兄姐妹 这个饥渴慕衣呢 不是说你对义有一种 很神圣的一种的渴慕 好像有一些的圣人 哇 他们渴慕圣洁 他们渴慕衣 他们渴慕这个圣洁 公益到一个地步 他们不吃不喝 哇 追求那个公益 追求那个圣洁 都没问题 不吃不喝 只是单单 哦 我渴慕那个义 食物 哎呀 不重要 哎呀 水 也不重要 我渴慕的 就是那个义 不是的 他这里的饥渴 各位弟兄姐妹 为什么一个人会渴 因为你没水喝 而且你没水喝的一阵子过后呢 你会越来越渴 为什么你会饿 因为你没东西吃 久了过后 你会很饿 你会想要找东西吃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 他会饥渴慕衣 因为他里面没有义在里面 他里面就是空 他里面就是零 而且他的里面充满了罪恶 他摆脱不了这些的罪恶 他痛恨这些的罪恶 但是他又没办法能够除掉这样的一个罪恶 所以他只能够渴慕那个义 不是因为他很神圣 而是因为他知道他里面充满的是不义 他又很痛恨这个不义的自己 他在追求什么 我希望能够得着一个义 这就是饥渴慕衣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马来福音第九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耶稣听见就说 康奸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上说 我喜爱怜悯 不喜爱济世 这句话的意思 你们且去揣摩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要招罪人 一个有病的人 他知道自己患了病 而且如果他的病是一个绝症的话 他里面会充满了这个的疼痛 及那个的苦楚 他想要摆开这个的病 可是他没有这个的能力 他是无助的 他是彷徨的 他渴望能够健康 不是因为这个的渴望很神圣 他渴望那个健康的是 因为他是有病的人 他就是不健康 但是他渴望 而当他能够碰到一个 能够医治绝症的医生 各位弟兄姐妹 对他就是一个好消息 不是他去争取的 而是因为这个医生 充满了怜悯 我要医治你免费 你只需要白白地领受他 你就是有福的人 他在说你 你是这个有福的人 所以耶稣来 不是要来招一人 他来 他要招那些的罪人 所以只要你是罪人 你是心灵贫穷的 贫困的 你里面没有义 你很渴望 能够脱离这样子的生活 你也知道这是不对的 你也痛恨他 你 对不起不是痛恨 是你哀痛 你为这些的罪绑着你 你感到哀痛 你是有福的 耶稣他找上了你 第三个看 看上帝 怜悯人 内心清洁 使人和平 看上帝 怜悯的人 内心清洁的人 使人和平的人 当我们相信耶稣 我看见耶稣 怎样怜悯我 竭尽我的心 使我们与神和好 称为神的孩子 在座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 竭尽我 使我与神和好的时候 称我为神的儿子 祂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改变 这是有福的 而这个的改变会产生什么呢 蒙神怜悯的我们 会怜悯人 看见神的我们 会想要保守内心清洁 成为神孩子的我们 能成为神怜悯圣洁和好的导管 不是我有什么好 是耶稣成就这一切 在我生命当中 然后我看见耶稣 所成就的这一切 而就有一个 由内心而改变 产生外在的一个翻转 神怜悯了我 使到我能够去怜悯人 我就分享我的一个的学习 当如果有一个弟兄 他来到我的面前 他对我说 弟兄 请为我祷告 我现在色情的这个的罪里面 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不会轻看他 我也不会小看他 我不会 你已经信了耶稣 怎么还陷在这个色情的 这个的里面 不会的 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 陷在这个情欲的捆绑里面 不懂得要怎样的走出来 甚至寻求帮助 我也感谢那些帮助我的人 我非常的感激他们 但在寻求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经历 分享出来的时候 也有经历被人拒绝及鄙视 被人误解 哎呀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软弱 可是当我经历到耶稣的 这个的怜悯的时候 我发现到 当我听到有类似这样 经历的人 我不会小看他们 我反而会怜悯他们 然后会对他们说 我跟你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寻求 主耶稣基督的帮助 在座的弟兄姐妹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 因为主耶稣基督 祂连绵了我 这是有福的 第四个看 看世界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这个世界不是神的朋友 我们的社会 未必会善待 耶稣和我们 我们会面对 逼迫 或极高的要求 你发现到很奇怪的 相信耶稣的人 你会面对到逼迫 很奇怪的 人会来逼迫你 为什么 不是因为你的问题 人会来逼迫 相信耶稣的人 因为这个的世界 本来就不是神的朋友 他们不一定会善待 耶稣基督 如果他们善待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不会钉在十字架了 既然是这样 我们也看到 他们不只会逼迫我们 而且有些时候也很奇怪的 他们对基督徒 特别有极高的要求 你是基督徒 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奇怪 没有讲其他的人 但唯独讲 基督徒为什么做 这样子的事情 对我们的要求就特别的高 所以我们要看到 这个的世界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为什么呢 我认为因为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看也不一样 世界高举人权 唯我主义 他们不欢迎谦卑 世界美化罪恶 特别是当你能够瞒天过 哇 你怎样不被抓了 可以教我吗 他们感兴趣 世界对抗神 但是耶稣仍然寻找 与祂的对头和好 并且耶稣愿意称他们为神的孩子 我们不一样 但是耶稣仍然怜悯他们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他告诉我们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虽然这个世界会敌对我们 虽然这个的世界可能会逼迫我们 虽然这个世界会给我们超高的要求 但是耶稣说什么 我们的光能够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改变黑暗世界的方法 不是改变黑暗 而是发光 那么你要如何发光呢 在这里告诉我们 好行为 但是这个好行为不是做出来的 你要怎样有这个好行为呢 你需要的就是耶稣 他就是那真实的义 怎么说呢 你来看着这个圣经节 耶稣就是那真实的义 在第五章第十节 他说什么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 什么意思 为义受逼迫呢 他不单是单单指你做对的事情 你做讨神喜悦的事情 而你因这个事情受逼迫 他不只是指这一个 而这个为义受逼迫呢 在下一节他就告诉你答案 人若因我 人若因我 我指的是谁 耶稣基督 所以为义受逼迫 其实就是为耶稣受逼迫 耶稣就是那个义 耶稣就是那个真实的义 你要领受的 你要领受的就是耶稣基督 从这个四个看当中 看自己 看罪恶 看上帝 看世界 最后最终 是要把我们指向 看到耶稣基督 因为你发现到 在这个八福里面 里面的每一个的心灵的 这个的状况 其实耶稣的生命都彰显了 只不过耶稣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 但是他活出了 这一个的八福 他就是那个真实的义 当你看到耶稣基督 就是那个真实的义 你需要的就是耶稣 而耶稣他乐意把自己给你 他乐意把他自己 这个真实的义给你 你是有福的人 那么如何领受 这个真实的义 这种从内到外 真实的义 要如何做到呢 要如何的达到呢 那么 律法呢 仪式呢 怎么办呢 在耶稣的那个时代 哇 还要需要守律法吗 还需要遵行这些的仪式吗 律法表明神对公义圣洁的标准 而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捍卫律法 当然也加了一些人的规矩 及传统 他们力求要做到要求 而耶稣说什么 真实的义 讨神喜悦的义 必须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哇 对那个时候 耶稣的听众而言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对于这些的平民百姓 这些的宗教领袖 是他们当中最圣洁的人啊 他们真的是这么认为了 因此 如果这些最圣洁的人 他们都没达到真实的义 那么我们其他人还有什么盼望呢 他们都已经够好了 而这个够好的都竟然还达不到标准 那我们还要超越他们 这怎么超越 耶稣就分享他自己如何看待律法 首先 耶稣他废掉什么 外表宗教系统 我们来看这一处圣经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 第十九节 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第十九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 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些诫命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 这个圣经节 让我们看到宗教领袖 他们认为耶稣所做的是在废掉律法 但耶稣表明他不是废掉律法 而是成全律法 而真正废掉律法的是这些宗教领袖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讲道 他们做不到 他们因为却要求别人做到 那么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做到的是什么 他们做到的只是外表的仪式 以及人设定的规条和传统 他们做到这一些 那么耶稣他废掉的是什么呢 他废掉的就是这个外表的宗教系统 举一个例子 耶稣就挑战就问他们 安息日可以医病还是不可以医病 对于这些宗教领袖 安息日如果你养的那头牛或那头羊 掉进那个井里面 安息日是不能够做工的嘛 但是你的牛你的羊掉进井里面 你能够把它给拉上来 你能够出力把它拉上来 这个是一个劳动的工作 但是在安息日你能够做这事 不过安息日你不能够医病 因为医病是劳动 耶稣就挑战他们 安息日你的羊掉进井里面 你可以把它拉上来 但是安息日你不能够医人的病 律法真的是这样写吗 还是你跟的只是一个外在的宗教系统 耶稣废除掉这个外在的宗教系统 因此耶稣公然在安息日 祂医病 祂医治病人 当然不是依靠自己的全病 祂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医病 然后另一个 外在的这个宗教系统里面 对于这一些罪人 你们这些的罪人 你们这些的税吏 连进圣殿都不能够 而且对于这些罪人及税吏 他们是采取什么 隔离的 隔离的政策 冻到你们就好像会被感染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你一冻到你就会被他们感染 所以为了不要被他们感染 所以他们跟这些的罪人 他们跟这些的税吏 是隔绝那个的关系的 井水不犯河水 而且他们并没有想要去拯救 这些的罪人或税吏 不过耶税吏 耶稣基督公然跟这些的罪人 跟税吏坐在一起吃饭 对于这些宗教领袖 坐在一起吃饭 会被他们的罪感染的 他们看到的是外在 但是耶稣他看到的是内在 他跟他们吃饭 他废掉这些外在的宗教系统 这样系统只是外在的仪式 没有活泼的关系 它会让人骄傲 不是谦卑 它会带来恐绑 不是自由 你做到这些外在的仪式 你做到这些外在的要求 你做得到你会变成非常的骄傲 但你做不到的话 你会伪装 假装 自己做到 他会成为你的恐绑 而不是自由 那么第二 耶稣成全律法 耶稣的一生 他的死亡 他的复活 成全了律法 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 耶稣亲口说 你暂且许我 我们理当 这样行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 耶稣基督 他愿意 进诸般的义 就连宗教领袖 在上两堂课当中 我们就已经看到 就连宗教领袖 都找不到证据 还有罪状 能够来控告耶稣 耶稣他无可指责 而且就连天父 都喜悦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他成全了律法 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 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父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而来到马太福音 第十七章 耶稣登山变相 荣耀的形象的时候 说话之间 突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所以耶稣他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讲道 他活到 他废掉外表的宗教系统的方法 就是从内到外的成全律法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方法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摧毁蛋壳的方式 有几种 你们可以讨论 摧毁蛋壳的方式 有几种呢 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是从外到内摧毁那个蛋壳 一种是从内到外摧毁那个蛋壳 所以摧毁蛋壳 你可以用铁锤打破那个蛋壳 或者是你用内在的生命 去突破这一些的蛋壳 那么什么是蛋壳呢 就是律法 或者是人为的外表的宗教系统 所以你怎样废掉 你怎样除灭这个外表的宗教的系统 或者是律法的这一个的限制呢 不是用铁锤去打破 而是内在的生命肯定突破 所以这里说什么 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 它生出来的 所以爱是生出来的 它需要生出来的 从内到外 然后提摩太前书一章八到十节 他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律法源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何疑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是为不法和不服不敬迁和犯罪不圣洁 念世俗 杀父母和杀人 行淫青蓝色 抢人口说谎话 并起假事 或是为别样 敌真道的是设立 所以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而是为罪人 或者是为那些不法不服而设立的 因此律法在耶稣的身上起不了什么作用 因为耶稣祂是义人 祂有义的生命在里面 祂就是真实的义 所以律法来到祂的身上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内在的生命突破了那个蛋壳 它成全了 而且还超越了 所以律法它是超越的生命 对不起 生命是超越律法的 第三 我们领受耶稣和祂的生命 所以我们是领受耶稣和祂的生命 如何领受这个真实的义 耶稣祂废掉外在的宗教系统 耶稣祂成全的律法 就是内在的生命活出来 因为律法在祂身上没有任何的功效 而且祂突破那个律法 祂超越哪一个的律法 祂本身就是真实的义 所以当我们领受耶稣 我们领受祂的生命 我们把那个的义也领受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领受一系列基督教的律法 来去遵守 在上两堂我就跟大家分享 耶稣的教导不能够救人 救人的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不是领受基督教的律法 我们乃是领受耶稣基督和祂的生命 而巴伏就是耶稣生命的写照 我们领受的就是耶稣和祂的生命 而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生命 祂超越律法 而这个真实的义 祂如何彰显在日常的生活 耶稣就举例六个重要的旧约律法 并且如何应用在基督的新生命里 所以旧约律法说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奸淫 同时旧约律法说你可以修妻 你可以发誓 你可以报复 你可以恨仇敌 耶稣他没有改变神的标准 反而是内在真实的转变 义是从里面彰显出来的 耶稣他不只是处理外表的行为 而是内心的动机和态度 法利赛人认为义关乎行为标准 但是耶稣残明 义是关乎内心的生命 所以有人说 如果是靠律法成义的话 你会发现登山宝训比摩西五经 更加的难守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监营 只要外面看得到的 你没有做出来 你没有被发现 律法就不能够定你的罪 所以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罪 我没有奸淫 我没有罪 但是耶稣说什么 你没有杀人 你外在没有杀人 可是当你的内心 你骂这个人是笨蛋的时候 你就犯了罪了 你就被定罪了 你在杀那个人呢 你没有犯奸淫 但是当你看到一个的女生 你动了这个的影面 你就犯了 坚淫了 在你的心里面 哇 各位弟兄姐妹 律法只能够控制外在 它不能够改变 及控制 翻转我们的内心 同时我们来看 律法说 可以修气 可以发誓 可以报复 可以恨你的这个的仇敌 它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一些 这一个的律法 其实是用来警惕自己 但是呢 人却很会转 却用 却把这些的律法呢 用在自己的利益上 来去对付别人 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心 已经被罪污染 变成邪恶的 举一个例子 他这里说 可以报复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为什么旧约律法说 你可以报复呢 他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你要打别人的眼睛 你要先想清楚 你打了别人的眼睛过后呢 你的眼睛要给他打 你挖别人的眼睛 你要想清楚 你挖了别人的眼睛过后呢 你也要挖掉自己的眼睛 来去陪他 这个就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但是很奇妙的 我们却把它转过来 因为我们心里面的邪恶 你打我 我就打回你 你扒我一扒掌 我就扒回你 你做出一 我就做十五 这不是他原本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心 变成被罪污染了 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说 基督徒吧 当圣经告诉我们 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请问这句话 是对谁说的呢 是对太太说的 所以谁需要听啊 太太需要听 但是偏偏 丈夫也去听那个话 然后听了那个话过后 丈夫怎么做呢 拿这个话来去攻击太太 说你要顺服我 你不顺服我 你就是犯了罪 哇 然后做太太的 也去听先生的那个部分 你要爱妻子 为你的妻子舍命 所以太太就去要求丈夫说 你要为我舍命 你没有为我舍命 我就控告你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这些的律法 是用来警惕自己 但我们却把它变成 用在自己的利益 来去对付别人 耶稣说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心 所以律法只是控制外在 它无法控制你的内心 因为罪已经在我们的心里 而耶稣的教导 天国的生活是超越 律法的 那要怎样彰显在我们 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切记 我们无法做到耶稣的教导 只有耶稣做到 他自己的教导 我们需要的就是让 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举一个例子说 你真的做得到吗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别人打你的右脸 你转过来给他打 你真的做得到吗 你伤了别人 你真的做得到 请来伤我 那另一个 不可兼营 你真的做得到吗 耶稣说 你动了淫灭就犯了罪 然后呢 如果眼睛叫你犯罪 你就把眼睛挖出来 如果你的手叫你犯罪 你就把你的手砍掉 各位弟兄姐妹 你做得到吗 哇 上帝啊 怎样能够做得到呢 这样高的要求 要怎样能够达到呢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做到了 耶稣代替我们 做到 你的眼睛犯罪 耶稣代替你 把他的眼睛挖了 你的手犯罪 耶稣代替你 把他的手给砍了 在哪里 在十字架上 别人打你的左脸 你没办法 让右脸 都给他打 耶稣代替你 被打 而且 谁打耶稣呢 是你 你打了耶稣的右脸 然后耶稣转过来 让你打 他的左脸 我也是一样 我们的罪 把耶稣 活生生的 钉在 十字架上了 我们无法 做到耶稣的教导 只有耶稣做到 而且耶稣代替我们 做到 也只有当我们看到 哇 耶稣 谢谢你代替我 做到的 这一切 而且因为你代替我 做到 你把这个 做得到的 你把这个的生命 在十字架上 跟我交换了 你把这个的生命 给了我 而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领受了 这个的生命 当我们不断地 看见 耶稣基督 他代替我们 所做到的 他跟我们 所交换的 我们的里面 会继续不断地 产生 翻转 而且加上 圣灵的内住 还有充满 会使到里面的生命 是从内到外 是破茧 而出 当我看到 刚才的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我真的跟上帝讲 上帝啊 怎样做得到 别人打你左脸 然后又转过来 打你右脸呢 而感动的就是 耶稣就让我看到 他代替我做到 而且是我 打耶稣 他代替我 然后当我这样子 看到的时候 我发现到 圣灵在我里面 继续地 带来的改变 所以第五章 48节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赋 完全一样 完全不是指无罪 而是完整 成熟 这里告诉我们 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那就是 你的父亲是国王 你就是王族 你的里面 有王族的血统 像天父 你里面有王族的血统 和王族的生命 你会活出 基督的生命 那么 真实的义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因为这真实的义 我们做不到 但是耶稣基督 你做到 因为你就是那 真实的义 而且你的做到 成为了我们的做到 因为你把你的生命 在十字架上 做了一个交换 把你的做得到的 这个的生命 已经赐给我们 我们已经领受了 以及你的圣灵的内住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稣基督 你的生命 要在我们里面 破茧而出 谢谢你 主耶稣基督 赐福献上的 弟兄姐妹们 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愿上帝赐福大家